女尸身体不服 且貌美惊人 村里红帽 浮出一具千年棺木 当晚 我爸偷偷摸摸进去了 没多久 女尸肚皮高高隆起 她怀孕了 倒是大惊 厌尸生子 你们全村都得陪葬 这是一篇评分高达8.9分的惊悚高分完结文 胆小的宝子们可以先收藏 白天再听 点点关注 给颗小心心 跟着小编一起看安全文吧 那么美丽的女尸 我从来没有见过 最奇异的是那么多年 她尸身不坏 肌肤还光泽如玉 脸颊风硬娇嫩 额头中一点朱砂质 仰面朝上 身穿大红洗服 安静地睡在千年古关里 死美的摄人心魂 我们村是出了名的穷 光棍多 女人少 开关的男人们 一下都看傻眼了 真是死了 可怎么跟活人似的 太美了 我要睡到那么美的媳妇 做鬼也愿意了 几十号人围在河边 最后我爸胆子大 伸手在女人陛下叹了下 村长先回过神 热令封关 是出反常必有妖 改名我让道士过来瞅瞅 可就在封关的瞬间 我感觉到一股冰凉的视线 下一刻 我呼吸平住 因为关缝隙里 我看到那尸体突然侧脸 朝我睁开了眼 她头戴喜观 眼眶里漆黑一片 嘴角拉着向上 说不出的邪性恐怖 我下得赶紧抓住我爸的手 爸 她眼睛动了 可我爸压根没搭理我 或者说 这辈子她就没正眼瞧过我这个女儿 她直勾勾看着棺木 眼神痴痴 跟丢了魂似的 那恋恋不舍的模样 惹得其他男人大笑 丫头 你妈跑了小半年 你爸这是馋女人了 见了美人 魂不守舍呀 当晚 我怎么都睡不着 雨没日没夜地下 仿佛要覆灭这个小小的村落 我讨厌下雨天 半年前 我妈也是在这样的天气失踪的 村里人对她的失踪会莫如深 都说她是跟外头的男人跑了 可我知道 她不会 她说过 就算跑 也会带着我一起 我掏出脖子上的小玉佛 那是妈留给我的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今天棺木女士看向我时 玉佛发烫了 我脖子上都烫出了个红印子 我紧握玉佛 心里念着妈妈的名字 渐入沉睡 洪水阻断了进村的路 大半个月后 倒是才姗姗来道 你们糊涂啊 阴棺沉水 她能千年容颜不服 全靠煞气怨气 随便开棺 必遭反噬 倒是一看古棺 大叫不好 她找来几只养了五六年的老公鸡 接了满满一盆血 公鸡纯阳缺音 越凶越能避邪 邪碎进退 开棺前 她让所有碰棺木的人 全都浸上了三炷香 再将满盆鸡血淋洒棺木上 黄浮一烧 随着哐当几声 骨关开了 眼前一幕 让所有人倒抽凉气 寒意从我脚底直往上窜 女士美丽如初 只是肚子高高隆起 大得像十月临盆 隐约间 那肚皮还在缓缓如动 这句风关千年的女士 竟然怀孕了 死人还能怀孕怎么怀 谁让她怀的 道士冷汗津津津 大喊不妙 雄姬只刻阴灵 不刻妖物 厌尸禅鬼鹰 必成磨煞 她立声追问 开棺时究竟发生什么 都给我一五一时交代清楚 村长早就被吓得腿软 不敢有所保留 全都说了 原来 开棺时 女士脸上盖着黄纸 但她要阻止时 村民们已经迫不及待摘掉了 大师摇头 这棺木与黄服 都是震煞用的 这女士到底哪来的滔天怨气 可大家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死了那么多年 还能怀孕 张道士冷笑 你们看这女子 身上用的穿的 都是大户人家的东西 她穿着喜服 证明是死在成亲当晚 多半受了侮辱 禁不得祖坟 她肚里本就有暗结的阴胎 加上这些天 有人给了她扬缘 这阴师不就长大了吗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鸡皮疙瘩全起了 女士肚子一天天变大 村里怪事也多了起来 先是村口杀猪将父子 半夜没了 他们死在床上 身上没一点外伤 浑身被吸干似的 一滴血都不剩 再紧接着 我家隔壁老胡家独子 也没了 死状跟前头的一样 都成了干尸 我想起了 有几次 都看到他们提着裤子 鬼鬼祟祟从里头出来 大师 求求您帮帮咱们 这女鬼害我们便孤儿寡母啊 一堆人跪在那磕头殃求 大师别过脸 冷笑 因果循环 谁让你们不敬死者 整个村里人 都害怕到了极点 倒是下垂的三百眼 硬一样扫射过村里男丁 能那么快养大英师 光靠这三人 可不行 这话 无异于平地惊雷 乍想在每个心怀鬼胎的人心里 难道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下意识看向我爸 他古铜色的脸已经煞白 表面洋装无视 但拳头捏得死紧 我甚至听到 他手指骨头咔嚓作响的声音 我知道他很紧张 因为他也碰过 女士会蛊惑人心 自从见过女士后 我爸整个人就不对劲了 每天被勾走了魂一样 眼神痴迷 茶饭不思 日渐消瘦 最近每到半夜 他都会猴急出门 一去就是个把小时 回来时满脸艳足 我问过他 他一脸不耐烦 说去村东的李二叔打牌 我没敢拆穿他 怕挨打 二叔加上月火灾 人全烧死了 他能跟谁打 那天晚上 我又听到屋外嘻嘻嘻嘻的声音 我捏手捏脚下床 鼓起勇气跟了出去 是的 我一直怀疑 他把我妈藏了起来 多半是为了惩罚他想逃 他说我妈养不熟 都买来十几年了 还盼着外头 我爹说得对 城里女人就是狡猾 心眼多 他甚至认为 只要生了儿子 我妈就舍不得走了 半夜的山村 四处静悄悄的 别说虫鸣鸟叫 连一丝风声都没 我平住呼吸 一路跟到衣装门口 我爸左右看了几眼 确定没人 才迫不及待钻了进去 大半夜 来这里做啥我不明所以 点起脚尖 往窗户里好奇看去 那一看 我魂飞魄散 吓得差点尖叫出声 他推开棺木 心急火燎的稳住女士 没一会 不堪入目的喘息声泄出 我死死捂着嘴 滑落在地后 浑身哆嗦不停 恶心的直想呕吐 难道这些夜晚 他都 可那是尸体 死了一千年了呀 里头没活人 可我爸却自言自语的起劲 宝贝 我可太想你了 你等烦了吧 一桩外 满树的乌鸦 停在枯木上 盯着我 行 都听你的 只要你乖乖的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 再也不分离 一家三口 我不敢细想 发疯就往家里跑 风刮在满是泪痕的脸上 这没有尽头的夜幕中 仿佛有无数双的眼睛盯着我 嘲弄我 直到钻进被窝 死死把自己裹住 我才敢松出一口气 就在这时 有人隔着被子 用手臂搂抱住我 冰凉杆如蛇林蔓延 只刹那 我浑身血液已经凝固 宝贝 别怕 妈妈在呢 我脑子整个空白 这是 是妈妈的声音 只有她才会叫我宝贝 我是爸爸口里的废物 爷爷买在姑姑眼里的赔钱货 但我是妈妈心里的宝贝 我妈 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 但从我有记忆 开始她就没笑过 她生得高挑纤细 谈吐文雅 哪怕条件有限 她也会把自己一头长发书的干干净净 她跟村里其他人格格不入 后来 我才知道她是被拐卖来的 她在大三那年 去治教路上被拐 妈妈 我眼泪哗啦一下就出来了 隔着被子 那双手不断妈撒我 思念折磨着我 盖过一切恐惧 可就在我要回应她时 胸前突然传来了一阵炙热 脖子上玉佩发烫了 火烙一样的热度 从胸口一下窜上天灵盖 也就是刹那间 我清醒了 她不是我妈 屋里挂着的小灯滋滋作响 一闪又一闪 一时黑 一时亮 那双手松开了我 我撞起胆 掀起一点背脚 隔着窝缝隙 我对上一双没有瞳孔的大眼睛 女士趴在被子外 冲我笑呢 我吓得魂飞魄散 一宿没敢睡 第二天将所见偷偷告诉了道士 求他救救我爸 村里连死几人 人心惶惶 村里有人提议报警 都被村长制止了 他给的理由是丢人现眼 以后谁敢把闺女往我们这家 你们的媳妇哪来的 自己心里清楚 这话一出都安分了 好多家媳妇来路都不正经 警察一旦来 他们绝不会留在这 道士说出其中玄机 他才不是怕这个 警察一旦来了 棺材就会被没收 这里头的陪葬品也会一起 村长啊 不舍得 看 人人都有自己的心思 人比鬼 更难琢磨 女士如今 游道士看管 旁边不下重重震煞法谈 我爸接近不了 换了相思病一样 每天暴躁的在家里团团转 只能拳打脚踢拿我出气 我默默忍受着 直到这天 有人登门拜访 原来是村长来集钱 倒是喊价十五万 一分不少 各家都得凑 钱可不是哪 艳师产子 需要请接姻婆 否则婴还越大 需要的阳气越多 一旦离开母师 后果不堪设 接姻婆 不为活人隐产 只为死人皆生 如果任有鬼阴生下 方圆百里人家 必死 我爸开始还装模作样 说没钱 凭什么他给 谁该给 自己心里有数 我心里也有数 村长不耐烦了 老王 你都要死到临头 还舍不得这点钱 我担心我爸 不由脱口而出 家里明明有钱的呀 有五千 啪 我爸气急败坏 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恶狠狠骂 你懂个屁 给老子闭嘴 我一阵晕眩 温热的鼻血顺着脸 躺了下来 我没说谎话 半个月前 我爸把我许给了 隔壁村的坡脚老陈 老陈真的老 论岁数能当我爷 但脾气爆 打死过两任老婆 我这次嫁过去 老陈会把哑巴外孙女换过来 这种交换 教育期 在我们这 女娃跟钱一样是可流通的 某种角度 我非常珍贵 我年轻好看 四肢健全 这笔买卖老陈确实赚了 所以多给我爸补了五千块 钱反正我没有 命就一条 我爸硬着脖子吵不过 一把将我推到道士哪 老道 你不是在找接音生的帮手 某个闺女 让他去 接音婆是个七十岁的老太 接音这伙 婆子我干了五十五年 头一次给千年女士接 凶险难测 你可想好了 他买两老人般 被驮得跟干虾米似的 唯有一双眼睛犀利明亮 我说想好了 不后悔 我还特意拜托道士 把接音的事传到隔壁村 就说 接过音的女娃 惠客夫 很晦气 老陈家知道后怕的要死 现在正嚷嚷着要退货呢 比起嫁给六十岁的破脚老陈 我宁愿来干这事 我乖乖跟在阿婆身后 你这女娃还挺聪明 那接下来我说的是 你必须牢牢记住 行差踏错一步 我们都得完蛋 英历十五这天 阿婆从包里掏出三样东西交给我 这是狐皮做的披衣跟手套 能遮人的气味 本来女娃身上的洋气 就比男人弱 所以接音 历来都得女人 还有 阴胎的期待 只能用这把剪刀 我看狐皮衣只有一套 不由担心 阿婆 你不用吗 阿婆笑 年轻实用 现在我都半只脚在那边了 身上阴气比阳气重 用不着了 我接过剪刀 沉甸甸的 烛光照下 由黑刀锋上 泛不出一丝光 到时候 我助产 你来剪 你切记 阴胎很凶 百分百会成煞 尤其由千年女煞师孕育出的 一旦阴皮 宁村 没一人能活 我壮起胆子问 那 为什么不能趁这时候 封住女师呢 阿婆 为母则刚 这话无论对生灵 还是死灵都一样 一旦我们对鬼鹰出手 必死无疑 谁也别想这个时候伤害孩子 鬼鹰降生后 立刻放进摇篮里 这是由镇煞福所做 倒是在宋经网生咒9981天 才有机会超度母子 一桩如今相当于产房 倒是不能进 在屋外不振 一进去 难以形容的没臭诗 臭味扑面来 我打了寒颤 说不怕是假的 手心全是冷汗 阿婆让我点燃白蜡烛 火描起来 屋里的寒气 多少退去了血 女士带着肚子躺正中央 我非常确定 她比第一次开关时更美了 嘴唇纤红 皮肤嫩得跟豆腐似的 光泽娇艳 无端端使人生出过去蹂躏的冲动 我目光闪躲不敢直视 生怕她下一刻会扑上来 害怕 就默念心惊 阿婆拿出看家本事 开始按压女士肚子 她那手法很特殊 一时轻一时重 你不想腹中孩子跟你一样 也成冤魂也鬼吧 阿婆这些话 全冲的肚子说的 随着她的念叨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我呆呆看着 心脏疯狂跳动 那女士 竟然缓慢地岔开了腿 我忍住恐惧 按照阿婆指示 脱下女士一群 不可避免的 我碰到了她的肌肤 第一感觉 是滑嫩 尤其跟我这种常年干浓活的皮肤比 但太冰凉了 刺骨的良机的我收回了手 这时 女士眼眶里流出几股血水 我猛地回头 接一前 我们供了三根香 就跟盗墓里讲的 人点辣 鬼吹灯差不多意思 人寄回三长两短 香寄回两短一长 可现在 三根香里 只有中间的那一根纹丝不动 这表示 死者怨气太深 不肯被超度 再不生就过时称了 到时候母子成煞 我们都镇不住 阿婆急眼了 怨气 她的怨气到底是什么 我脑子疯狂转动 对了 前几日 倒是在县制里找到了女士来历 女士名董氏女 千年前 董家是本地的富贵人家 董氏貌美贤良 十六岁 许配给了另一户有钱人家 这本是一段良缘 可成亲当天 队伍遭马匪劫持 董氏遭劫 受尽侮辱 越狱后 他逃回娘家 原以为安全了 可他娘家爹娘兄弟 为了颜面清誉 竟趁其不备 将他生生勒死 死那天 正好是七月半 他身着喜福 腹中有胎儿 死后冤魂不散 脚得家中不宁 时代再变 我们的处境 也该变了 我脑子一热 不知哪来的胆子 握住女士的手大喊 你能从贼窝里逃出 有勇有谋 你根本没错 错的是你那些 被李教束缚的父母兄弟 我知道你舍不得孩子 但现在 就算你生的是女孩 也不用害怕 她可以读书 可以工作 可以选择自己想走的路了 没人敢欺负她 你放孩子去投胎吧 她不会再遇到你经历的那些 这些话没过脑子 全靠一口气说完 而女士眼里的血水 竞争不留了 我赌对了 女士 也有母性 换位思考 就能知道她在担心什么 很快 女士的脸部表情变得猙獰 仿佛在用力似的 终于 我听到了婴儿的哭声 丫头 快捡其带 阿婆大喝 她体力透支 脸上冷汗连连 她是要支撑不住了 千万别让鬼鹰睁眼 我额头也全是汗水 眼前一片昏花 惨淡的月光 透过碎瓦片落下 我捧出个浑身血肉模糊的婴儿 腥臭扑鼻 小孩身上还有热度 跟女士相连的 其带薄薄一条 恭喜贺喜 是个男孩 中三斤 阿婆提起嗓子 对女士报喜 我举着剪刀 一时迟疑 因为出门前 我爸死死按住我肩膀 他眼里带着狂热 孩子 必须生下来 不能让他们祸害了 他是你弟弟 是我们老王家的种 我们老王家 终于又厚了 原来我爸要我去接音 把的是这个盘算 我说那是鬼胎 大师说了 不取掉 成了煞 我们都得遭殃 哪有儿子会害老子的 他就是个傻 也得给老子认祖归宗 我爸这辈子 想女人 想儿子 都要想疯了 眼前薄薄一条旗带 牵动着十里八乡 所有人的命 鬼鹰眼皮动了动 眼看就要睁开 我不再犹豫 咬牙一剪 然后以最快速度 将鬼鹰放在贴满阵魂服的摇篮里 几乎同时 道士飞奔入内 掐皱 捏服 一气呵成 折了一宿的阴云 这才散去 绞结月光重现 道士对村长保证 八十一天后 斜碎定厨 村长喜极而泣 握着道士的手连连道谢 可不等我们松口气 又一道响亮的鹰蹄滑破寂静 瞬间 浓郁的腥臭味扑面而来 女士本来就岔开的腿里 再次如动 探出肉糊糊的小脑袋 这下的村长一屁股坐地上 连见多识广的阿婆 都面如死灰 这千年女士 怀的是双胞胎 双煞现世 赤堤千里 鬼鹰开了眼 折着哭喊了几声 化作一道烟雾顿曲 收二胎后 女士原本光泽的肌肤 一下暗淡了 脸上还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 完全没有原先的妖艳蛊惑 已经成煞了 谁也没法了 你们各自安生吧 阿婆将原先收的钱 全还给村长 连夜跑了 这下 村民们人心惶惶 张道士指的安慰 鬼鹰将士 第一个死的 肯定是和女士平日最亲近的人 村民害怕被连累 纷纷散去 这下 轮到我爸坐立南安了 那晚 他一宿没睡 他让我守在门口 身上挂起铃铛 这样一有风吹草动 他就知道 他还阵阵有词 你接过阴 反正也会气了 在他眼里 女儿是要泼出去的水 怎么糟蹋都不心疼 我没吭声 主要我爸这人 我太了解了 他稍有不如意 就对我跟我妈全打脚踢 在村里 打老婆是天经地义的 没人管 反倒是打我时 亲戚会好心劝几句 别打脸 打坏了 以后不好找人家药 你闺女好看 说不定彩礼钱能给你盖楼 所以 我习惯了沉默 可我不觉绝望 因为妈妈说过 在大草原里 能生存下来的不止狮子 也有吃腐肉的豺狼 有靠吃残渣为生的蝼蚁 蓄力与怯懦 中间会有一道线 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的 底线 可熬了一宿 我身上的铃铛响都没响 我爸平安无事 毫发无损 死的人 是村长 天蒙蒙亮时 他死在了自己家 但死状跟先前几人不一样 他的脑袋浸在厕所里 就这样活活溺死了 与此同时 张道士不见了踪迹 他负责超度的鬼鹰 也不翼而飞 一定是鬼鹰来寻仇来了 可最亲近的 为什么是村长 难道他也 道士说 鬼鹰要长大 就会不停杀人 我们都逃不过 村里乱作一团 村长德高望重 他一死 大家顿时都没了主心骨 混乱中 门口挤进来个脸生的道士 四十来岁模样 提着包 风尘仆仆 村民戒备的问他是谁 这人自称姓张 明明是你们村长联系的我 给的我地址 要来给千年女士做法超度的呀 哎 你们这村子也太难找了 检查完他的证件 我们都傻眼了 如果他是真的 那这些天 一直在村里忙活的 张道士 又会是谁 真正的张道士 一看留下的符咒 大惊 说这根本不是什么震杀符 这是还魂咒啊 越用 鬼鹰的力量越大 所以女士的肚子才会带得那么快 村里的男丁 才会不断被迷惑 没有外力帮助 女士绝不会做到这步 鬼鹰之邪 但一旦找到驾驭的法子 就能为自己驱使 什么升官发财都不在话下 那假道士 这是想让鬼鹰认他为主啊 我仔细一想 是有蹊跷 那么短时间 倒是去哪找的千年限制 还找得那么快 怕是早有准备 预谋而来 面对烂摊子 张道士无奈 他说 今夜鬼鹰估计会来我家 我怀怀不安回到家 都到晚上了 可院子里一盏灯都不亮 我以为家里没人 一开灯 满屋子摆着各种奶粉 纸尿片 奶嘴 这都是婴儿用的 我爸一看我开灯 立刻关上 张嘴就骂我 你弟弟见不得有光 都给关了 我这才注意到 他怀里竟然抱着个婴儿 就是我接生下的那个 鬼鹰含着奶嘴 冲我吱呀吱呀叫 比刚出生时的血肉模糊 他已经长出了血红色的眼睛 尖尺上混着奶粉血迹 我心里满是恐惧 浑身都要没知觉了 小坏蛋 小淘气 我爸亲密的蹭鬼鹰的脸蛋 这是我老王家的种 怎么能让假倒是害了 昨晚我去偷 被他发现 他打不过我 只能逃走了 那第二胎 我爸立刻冷笑 第一胎才是男孩 另一胎是赔钱货 谁爱谁要 巨大的荒谬充斥斥着我 到这份上了 还顾着男娃 鬼鹰 估计记得是我接生的 两只骷髅手朝我伸出 我厌恶的后退 我爸看鬼鹰不吃奶粉 居然割开自己手指 那怪物拼命瞬息 喝得嘖嘖作响 打个惺惺的宝格 乖儿子 多喝点 我看着他喜笑颜开的脸 我心得浑身难受 他印堂都发黑了 死气会急在哪 可他浑然不觉 一口一个乖儿子小心肝 今天那倒是不是说 用亲人血肉喂养 能让家里升官发财吗 丫头 你好好养弟弟 以后你弟也会帮衬你 你妈的命不行 命里没儿子 我们老王家要开支散业 还是得靠你弟 倒是召集村民 今夜大兄之日 鬼门不牢 邪碎进出 鬼鹰会出来寻死娘 他叮嘱 家里有黑狗雄鸡的 把自己的血混水里 让他们喝 当个障眼法 村民们哭天喊地 又求又败 倒是叹气 我能力有限 只盼这法子有用 其他的隔安天命吧 回家后 我如法炮制 在门框上擦上鸡鞋狗血 到了晚上 我在院里撒上一层大米 然后躲在厕所里 希望能用味道盖住自己的味道 子时刚到 婴儿哭啼声应约而至 糟 我暗叫不好 障眼法没用 双胞胎鬼鹰之间有感应 女鹰这是来找兄弟的 大门已经被吹开 呼的 我觉得脸上痒痒的 这一抬头 女尸正到挂在房梁上 长发垂在我脸颊 正盯着我 呐 我大气都不敢喘 直憋着气 尸慢慢爬下 可他并没有要伤害我的意思 估计念着我接生的 在我身上嗅了嗅 我感觉 他在问儿子下落 我没有迟疑 立刻朝地窖的方向 指了指 那就是 我爸的藏身之地 一日后 边陲警局接到报警 说王家村发生了特大虚案 历时两日 警方舟车劳顿 才辗转来到这个偏僻村落 村子深藏在大山老林里 没铁路 也没直通公路 在地图上甚至都没标注 据说 村民互相残杀 是为了争夺一具女尸 幸存下来的女孩 用村长家唯一一台电话报警了 电话里她惊恐万分 对 我们这有个千年女尸 他们想抢 我知道那是文物 应该交给国家 村民还想把我爸活埋 他是没办法才反击的 求求你们救救他吧 警方封锁了现场 可等文物专家开关后 里头哪有什么绝美女艳师 有的 只是一具普通女人海骨 人骨周身多处骨折 看得出生前 长时间遭受过非人虐待 经验证 海骨属于18年前 南大被拐卖的女大学生 段从井 也就是 我失踪半年的妈妈 那天 我爸手持砍刀 砍死了七八个村民 他自己也身受重伤 喉咙破了好大的洞 警方将他送到县医院抢救 他也说不出话 只能恐惧地看着我 发出些无意义的担音节 警方速度很快 联系上我妈的家属 爸 这位就是我外公 段天叶教授 我领着外公来病房 老者不过五十多 但须发皆白 满脸沧桑 我爸见他第一眼开始 就脸色大变 畏惧得都喉咙甚血了 在他惊悚的目光中 我笑了 很眼熟是吗 外公啊 就是失踪的 张道士 震煞服是假 道士身份也是假 我们一步步催女士成煞 是为复仇 那晚 我指出他藏身之地 我爸抱着儿子仓皇外逃 他坐上村口的拖拉机 一脚踹开我 我抱住他大腿 央求别抛下我 见丫头 养你那么多年 够可以了 我倒在地上 一点不生气 嘴角忍不住地勾起一抹笑 这时 其他村民闻讯赶来了 他们举着火把锄头 杀气腾腾 火光硬的四周亮如白昼 领头的是我亲姑姑 好啊 王大贵 鬼鹰真是你藏起来的 你是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啊 幸好倒是早有准备 在你身上下了福 我爸怒目而视 要不是抱着婴儿 肯定得当场掐死我 见丫头 是你告密 那肯定呀 我哭着解释 爸 我们家好不容易添丁了 我想姑姑也会开心的 姑姑 不是最盼着你有后吗 我怎么知道 他会出卖咱们 姑姑生了三男一女 平时没少男儿子的是欺负我妈 我妈教我读书 她得之后 冲进来撕碎我的教材 不腻死见丫头就不错了 还想着读书 叫你读 叫你读 他知道我爸有后 吓得魂飞魄散 第一时间告诉全村人 倒是厉声大喊 鬼鹰吸了他的血 快将王大贵封入管 才可保大家活下 大家一哄而上 我爸紧抱鬼鹰 可他哪里抵得过那么多人 鬼鹰受了惊吓 开始哭啼 许许多多的如虫 从去窍里飞出 钻进村民眼里 一时间煞气四起 众人在鬼鹰七里哭啼声中 迷失了心智 麻木砍向对方 听到这 我爸瞳孔紧缩 他努力伸手 想去按铃换护士 我一用力 就像他训斥我妈一样 狠狠打掉他的手 爸 你一定很好奇 为什么当天 大家互相残杀 就我毫发无损呢 为什么 女士跟鬼鹰都不碰我 我在他耳边低语 用最冷酷的声音 因为 我的妈妈也在里头呀 她的血肉与怨气 与河里的千年女士 融合在一起 这才是 恢复了片刻神智 我隐约村长说话的声音 行啊你老王 那么漂亮的媳妇都舍得 嘿嘿 那你得加价呀 三十五 太贵了 三十顶天 又不是什么黄花闺女 要换你 家丫头还差不多 嘿嘿 那你开价呀 敢开 老子就给 在我爸的带领下 村长进了我妈房里 很快 我听到里屋里传来铁链 激烈碰撞的声音 我妈愤怒地嘶吼着 可一切反抗都无济于事 唐里加了药 我意识模糊地 听着此刻发生的事 原来 她一直靠我妈赚钱 也是 她不是生产 又爱赌博 家里的钱从哪来的 很快 我也会变成这样 等再次醒来 妈妈已经不见了 我爸神色默然地说她跑了 不用找了 可里屋地板上 明明还有胃干的血迹 我发疯一样到处找她 那晚是下雨天 我追着泥地里三轮车的痕迹 一路寻到了河边 在那 我找到妈妈的 一支沾血的鞋 村长失手杀了她 又给了我爸一笔封口费 一笔 足够她去买新器的钱 仇恨无时无刻燃烧着我 可我能做什么 我偷藏了耗子药 有了锋利的斧头 我有玉石巨坟的准备 可这些是下下策 远远不够 我一直是个聪明的女孩 妈妈遗憾地说 如果在城里 我不知能有多优秀 她虽然长时间被铁链拴着 但会教我拼音 数学原理 诗词歌赋 她腿背打断了 肉里白骨都能见着 我无助地哭 妈 要不 我去嫁给隔壁村的脖子成算了 听说她有钱 说不定能帮你 再苦再累 也没迁怒过我的妈妈变了脸色 她毫不留情 啪地打了我一巴掌 我脑子嗡嗡作响 不明白自己说错了什么 她面露争鸣 双目发红 你记住 你不是王昭帝 也不是什么贱丫头赔钱货 记住我给你取的名字 你叫段锦 怀锦握鱼的锦 锦是美玉的意思 永远永远 也不能产生 用身体当本钱 去换帮助的想法 那是堕落的开始 是人被驯服的第一步 你是人 不是商品 你不应该有价格 永远记住 你不属于这里 她如此愤怒 抓得我肩膀都有了血痕 我只能奋力点头 妈妈出事后三天 外公找到了我 就差这三天 72个小时 妇女失之交臂 永生不得相见 这18年 外公一直在寻女 她沿着当年火车站沿途地区 举看我妈的照片 地毯是搜查 岁月蹉跎 她从一个意气风发的教授 变成驼背攻腰的老人 当她终于找到我后 我们爷孙抱头痛哭了一场 我不着急走 我安静地望着那条河 最近洪涝 河水奔腾 似野兽咆哮 妈妈 愤怒的感觉 我从不敢忘 一刻也没有 我要以牙还牙 对他们所有人 我发誓 所有伤害过她的人 都要付出代价 外公精通民俗 之后 她与老友接应阿婆 张道士一起演了这出大戏 这群人 愚昧 自私 残忍 我抱着妈妈仅有的一套衣服 离开了王家村 上车前 我看了眼前面 泥泞不堪的路 对外公说 这一程 我们走过去吧 就这样 我们一老一哨 沿着妈妈当年被拐卖来的路 重新 一步一步地走了出去 这路可真难走啊 每一步都得拼尽全力 走得我眼眶止不住地发疼 这一刻 我们等了18年 我最后回头 泪眼朦胧的视线里 已不再有村落的影子 只有妈妈站在远方 她梳着麻花辫 用她18岁的快乐模样 冲我招手 无比明媚 段锦 你好呀